新树大师意识不慎 掉到翻版里面去了 上官金红想威逼大师回归少林 可是新树是命死不虚 一定要在人头会这和上官金红干到底 可是就在这时候 来了一个蒙面人 这蒙面人穿着灰衣 戴着一个青纱的面罩 就扇在脸前这儿呼呼聊聊的 他透过青纱可以瞧清对方 可是别人却看不清他的脸 可是就这位 在西南坊边穿过坟地往前一来 写得轻功极高 到了翻感窃进 咳嗽了几声 和新树大师说 您听出来我是谁了吗 就这一咳嗽一说话 新树马上就听出来 新树怎么他还活着呢 他的声音我怎么能听不出来呀 我们两个人在寿林藏经阁 是一起吃住 谈了多长时间呢 就他的语调 也不是说现在我 我就晚上睡着了 我都能分辨得清清楚楚 那说这蒙面人到底是谁呀 书说的现在 还天机不可泄露 你们别着急 慢慢往后听就知道了 新树大师是立刻答应上官 好吧 你把贫僧我放出去 我立刻回归少林 上官金红 马上把分板打开 哎呦 一看新树 没直接掉到这个县堂底下去呀 在石壁那贴着呢 好厉害的功夫啊 立刻有人把大绳啊 给顺下去了 新树抓着大绳 搜的一下子悬上来 上官金红 不看新树了 他两眼盯着这个面罩青纱的蒙面人 呵呵呵 阁下 故以兴 可这蒙面人呢 是一转身 顺着那个来路 又走了 黄冰黄子平一看 呦 是他 黄冰想这个人我见着过呀 我问人头会坟地这来的时候 在前边小镇的馆子里头 我酒后提示要给赫家报仇血恨 就是这蒙面人在旁边一张桌过来了 抄起我那支笔在下边提了两个字 酒话 我问他酒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酒后胡言胡说八道 我当时要发怒 他咳嗽着转身出去了 我一想他也不是武林中人 和他说什么呢 就没理他 没想到他真是个练武术的 哎 他是谁呢 新树和尚掉到下边以后 上官金红的条件是新树打影离开死地 就可以把新树放了 那么我劝新树回宋山 新树不答应 天纪老人孙老爷子劝新树 新树也不答应 那么这个蒙面人面子怎么怎么的 他来了 新树是立刻答应回宋山少林斯 看来这个蒙面人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位高人哪 上官金红请黄斌到炉旁歇息 这时候四更天 黄斌一点睡意都没有 他告诉上官金红 你们先回去吧 我还要散散步 黄斌黄四亭就顺着坟地往前走 出了这片坟地了 他双手背在身后 眉头紧皱 他在想啊 我是琢磨要给贤之子安 师弟远方报完仇 杀死了阿飞 胡蜂子和梅二就回归泰安 可是现在看来 这上官金红确实是心怀妥策 他的胃口太大了 他吞并武林独把江湖 他现在是利用我给他买名做受渔翁之力 可是我想报仇雪恨也不得不在此一战 那就得心里明镜似的被上官所用 上官金红 上官金红 他说李循环是梅花道 可是心术 却说肯定李循环不是梅花道 上官说话 心术说话 我现在琢磨认可信心术的 不能信上官的 没想到上官金红摆人头会 美目竟能如此复杂 如果李循环不是梅花道的话 梅花道真是谁呢 如果要真是上官的话 我能不能够信上官出手 为江湖主害 他慢慢的往前走 他琢磨着呢 忽然背后上了一个人 他刚要回头 这个人啪就拍了他一下肩膀 啊 失败 黄斌心中恼火 来的人好猖狂 竟敢拍我的肩膀 而且我没闪出去 说明我丢了一招 可是后边上了一个人 接着他的身边 蹭着一下就蹿过去了 回过头还冲着一笑 黄斌看清了 哦 蒙灭人 这蒙灭人呢 回头瞧脸黄斌 然后抖开身躯 利用陆地飞腾发的功夫 往前猛蹿 黄斌的黄子厅甩开两脚腿 紧追不舍 两个人一前一后跑出去十几里地 前边闪出一片茂密的苏林 黄斌大叫 朋友 有胆量站起来 我黄斌并不想要你的命 只是想问问你是谁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要往树林里钻 未免是怕死贪生 未到必尖了 他刚说完这几句话 前边跑的蒙面人 也赶到树林边那儿也站住了 然后一回声面对着黄斌 站在那里 威风飘过 吹着蒙面人灰色的长声 呼啦啦直动 黄斌黄子厅 紧走几步 他离蒙面人 还有两三步远站着 朋友 管在里边投资相见 方才 又见一面 现在我们又相会了 看来这缘分 我是不浅哪 请把面罩摘掉 报出姓名 说清 你老在我的身边 到底想干什么 黄斌卡 我这个人 长相十分丑陋 如果把青纱摘掉 未免令人作呕 我戴青纱这习惯 不是一天两天了 已经有多少年了吧 还万望黄剑客 能够多多见谅 黄斌心想 他长得丑 戴面罩是个习惯 不是故意装神秘 来糊弄我们 想到这儿 他的气就小了一些 那么 那么您贵姓大名呢 如果提起黄剑看 四学老人的弟子 何人不知 何人不晓 爆出名姓 说出外号 令人敬讶 可是在下 三姐毛四面斗的功夫 在江湖上不堪一提 即使说出来张王李赵 你也不知道 我和没说一样 黄剑客 还请您多多见谅 姓名我就不报了 哎呀 还不摘面罩 还不说姓名 黄斌一叉腰 那朋友 你半夜三更拍我肩膀 把我引到这儿来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随着蒙面人一乐呀 左右手往腰里边一伸 蹭蹭 拽出来两把酒壶 他把一把壶向前一递 黄剑客 我请你喝酒 啊 黄碧琢磨 把我引到这儿来 是请我喝酒啊 你还别说 就离着这么老远 就闻那酒壶嘴 那酒香味往处打开 这黄碧 那也是流陵式的人物 闻着酒了 这嘴巴就有点馋 再一个瞧着 蒙面人很潇洒呀 随着把一个壶往的跟前一地 另一只手抓过这壶来 就蹲蹲蹲蹲 就蹲蹲去两口 哎 好纯香的酒啊 黄剑客不饮是恐怕其中有毒 黄斌一听伸手就抓过来了 一仰毒 蹲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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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壶酒尖了底儿 把酒糊往旁边一放 倒万当凶 多谢朋友的美酒 说这黄斌也太大意了 这酒那真有毒的话 不就把他要倒了吗 这一是黄斌性情爽朗 二呢 从打酒馆到现在 他虽然觉得这个蒙面人很神秘 他想了解蒙面人 可是在他想来 这个蒙面人不像一个坏人 心情是很坦荡的 而且这酒喝进去了 也果然好酒春香 没有毒味 蒙面人点点头 黄剑客 能够像您这么喝酒的人 肯定是一位君子了 我想到您在馆子里边批诗 再想到现在您的所作所为 我冒昧的要劝一句 你劝什么 我劝你离开人头会 回山东泰安城 你多此一举吧 黄剑客 如果我面对的不是你 而是上官金鸿 那肯定是多此一举 我要有这个时间 我不如再多喝两壶酒 可是黄剑客 我想你和上官决然不同啊 你能够听尽我的话 你应该明白 上官金鸿不是好人 他在利用你 你要依无数齐牙无数 我想你的门徒贺子安 还有什么贺远方都死 是 杀他们的人下手未免过重 可是毕竟势主有因啊 如果黄剑客什么都不问 什么都不管 说我的人死了 我就一定要报仇 那就不是黄剑客民了 那是惊呼的无赖 黄斌听无赖两个字 他眉毛挑起来 脸上的黄毛砸开了 又发怒了 可是蒙灭人根本就不怕他 反而往前上个阴 黄剑客 如果你要认为 我说的这个话不完全对 起码 你应该先回山东台海 把上官金鸿摆人头会的事情 向你的老师傅仔细的介绍一番 你的老师傅乃四绝老人 德高王中 如果他权衡利弊 认为你们师徒 富人头会不对 他老还就不来了 那么你听师父的话 不也就可以不来此理 如果你回去了 向师父介绍完了 你师父一定要给儿子 给孙子报仇 你再随着师父来不迟啊 我现在就想着 那四绝老人 既是一位德高望助的人 他或许能够忍痛割爱 暂忍悲苦 不来人头会复仇 那么你要不知道师父这点心事 反而在此处 当上官大打出手 闹得不可收拾 事与愿违 后悔莫及 随着蒙面人 说这番话 黄斌 那个惊怒的样 管下来 不由得点了点头 嗯 你的言语或许也对 我在此地 确实是帮上官的忙 我不把那阿飞 胡锋子梅二的脑袋拿回去 我觉得对不起我师父 大辽 既然如此 离开人头会 回泰安城 蒙面人两眼一亮 当然了 他们也照青沙 敌人是看不起他目光 可是听黄斌的一表态 是根神进步 抱万一礼 多些黄剑可能如此大 黄斌点点头 青山不改 陆水长流 有缘的话 我们再见 我觉得 我们能是好朋友 这一句话 又说得蒙列人心朵乏热 长蒙黄剑可 瞧得起 在下 也想高攀 走不了 黄斌黄子平一转身 跟人头会场去 这时候天亮了 上官金红又忙和上了 安排一切 准备让黄子平 接着昨天再打没二 汇动的天机老人松波灵 可是上官金红一看黄斌 他脚的就得不至劲 黄斌黄子平 来到他的炉棚里面 冲他一抱拳 上官师弟 我要回泰安城 见师父去 师兄 你何出此言 现在远方他 子安之 那仇都没有报 你怎么能走啊 人头会的事情很纷乱 我还不知道师父 究竟想怎么办 我回去和师父介绍一番 如果他老愿意来 我再陪他前来 上官金红心中暗恨 黄斌的黄斌 你这是把我推上去了 然后撒手 你不要吹死我了 你来到这儿了 虽然战胜了红疯子 也以气势压住了梅二 这是毕竟 我的强低还很多 你虎头舍北 这么一走 让我如何是好 嗯 也是那孙伯玲 少林和尚们 还有那个蒙面人出头 是的黄斌 赶到我这边啊 有很多事情不对他的劲 他这才要抛我而去 上官虽然心里恨着 他满面带笑 师兄 您来到这儿已经帮了我大忙了 我非常感激 您先走吧 我在这儿接着给远方和紫安报仇 再杀绝了仇人 我就到泰安城去叩拜恩师 嗯 那也好 黄斌黄子平是说走就走啊 他往外来上官惊哄 很多金钱帮的弟子 把送出了人头会场 他取原路购奔山东泰安 一路紧奔出来了二三十里地 他一看 前边有一座小镇 这小镇子 正是他曾经来的时候 在这吃过一顿饭那镇子 哎他又想到那个馆子了 饭菜做得不错 自己早饭没吃啊 那干脆在这儿啊 点吧点吧 想到这儿 他又奔这镇子 那个馆子来了 小莲蓉脉布网里这一进 现在不是饭口 屋里边的人啊 不多 唐师傅一看 哎呦 要是这黄大哥 上次他一来了 就把我下桌子抵下去了 今儿又来了 哦 大爷 您里边请 唐师傅 啊 大爷 我不喝酒 给我来几个馒头 要几个菜 上碗汤就可以了 好您呢 马上就来 时间不大 馒头菜汤都上 黄斌黄子廷 他两眼的 就瞧这桌子 一边吃着 他一边琢磨着 人头灰的事 想着上官 又想着 少林和尚们 最后他想到了 蒙面人 他端起这汤来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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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几口 把这汤一喝进去 他这脚一迷糊 两眼有点发黑 哎呦 可能是连日奔波 又那几位借下争斗 身体疲劳啊 往这一坐呀 眼前发黑 稳当稳当 别着急 哎呀 不对劲啊 怎么恶心的 哎呀 倒 我吃了蒙汗药了 黄斌黄子廷的经验阅历 也是相当广的 堆江湖道上 黑道这些蒙汗药的手段 他比较了解 你像蒙汗药有多少种 什么清香 明香 暗香 有的是点的香的 有的是往汤里边下的 有的是啊 往嘴里边吹的 等等不一 那么这个汤里边有蒙汗药 黄斌没有想到这个管子 能给他下药 就喝进去 等现在的反应他明白了 是中了蒙汗毒了 因为到过去自己曾经试过 吃蒙汗药是什么滋味 现在这滋味和那滋味一样 他知道了 吃了蒙汗药就怕打肚作 这要真气一动 立刻就轰过去 人事不知 所以说心身别乱 别动 稳住 他俩手把着这桌子 眼睛往四下看着 就近造房的帘子 扒一条 搜 搜搜搜搜搜 从里边窜出来石位 黄斌这束眼睛就有点发黑了 哎呀 我没有解药 我应该平常药里边噎一些解药防卫万一 这都是太拖大了 认为谁也不能够要我 我不敢要我 可是现在我怎么办 我不动 坐一带兵 如动 立刻昏运 我堂堂黄斌 就要死在当场了 这些人是什么人 黄斌 就在迷惑了的时候 他仔细盯着这十几位剑下 就见这几位 都是一色轻衣 可是你看脸是看不清 怎么的 都戴着头套 只是搂着眼睛和嘴 刷 刷刷 尾手的一位 摆着一把明黄黄亮堂堂的单刀 就来得黄斌切尽了 姓黄的 现在你落到我们手了 你不愿你不去 你该死 因为你和我们作对 就是死有余辜 朋友 黄斌 竟要死了 是否能报一下性命 让我知道是神杀的我们 哈哈哈哈 报性命 没有 我告诉你 你真到了阴曹地府 见着五代阎罗 你就跟他说 是你的对头们 指使我们来杀的你 那你的对头 你不清楚是谁吗 就是阿飞 一胡疯子 还能没二仙上 没波林 一回来是阿飞等人暗中做了手脚 黄斌后悔了 我千不该万不该 不应该离开人头会回归山东派安城 我半道吃了猛含药 有千高的武术 我使不出来呀 他们两眼一闭 趴在桌子上 就经常 我的一生 是命丧 当场 本节目 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报送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见客 无情见